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立夏 今天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圆异的乐趣吧 今天就不看花了 现在夏天的这个花状态都非常的差 来讲讲这个夏天的浇水 因为我发现我的很多花又被晒得很干了 那种叶子都捏下来 大家看这么耐赛的这个月季 现在都粘掉了看到吗 尤其是这个嫩芽 因为这一盆花它缺水了 可能盆土发白 然后提起来比较轻 夏天的话一定是早晚都要来检查一下花有没有缺水 所以这个夏天浇水是一个很耗时间的一个工作 有些花有时候我养的花才三十多份 浇水就要花一两个小时 你有三百多盆花 你是怎么打理过来的 我就用这个浇水 这个浇水的话非常的快又方便 这个水它也是比较柔的 这样浇起来的话就非常的快 因为这个水是圆圆不断的 不像如果用这个糊来浇的话 我得一道一道的去提水 这样就可以节约很长的一个时间 而且我的这个管子非常的长 有十多米可以覆盖整个露台花园 这个休闲区的花全部浇好了 大概用了十分钟左右 在夏天的话只需要早上浇一次就可以 因为我这里的话只会晒到半天的太阳 继续来浇这一个区域的话 夏天不下雨的情况下 只要浇一次就行 这一边的花的话 这个水全部浇好了 现在就剩这个苏果区了 苏果区浇水次度浇更多一点 最好是早晚各浇一次 现在就来浇 这样这个花和苏果的话都全部浇好水了 大概花了三十多分钟 是不是不用太久 因为有这个神器吗 在这个夏天给花浇水的话 最好选择早上或是是 傍晚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 如果是像我这个露台一样 但是上午晒不到太阳的话 那么就可以选择上午来浇 那么又有充足的时间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